早上的8點42分 天氣狀況我們帶大家一起來關心 首先先來看看現在的實景畫面 就是在台北市的象山 早上其實看起來天氣狀況都還不錯 那今天是投票日 那也提醒大家 其實今天大多維持多雲實情的天氣 那是清晨的時間 稍微是偏比較涼一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清晨低溫 清晨來說是受到輻射冷卻的影響 今天最冷的出現在新竹的峨眉 是只有5.2度而已 苗栗灶橋也來到6.1度 桃園大溪只有6.6度 新北市樹林還有在台南空曠地區 今天清晨低溫 則是下探到了8度左右 所以氣象鼠是在今天一早 是在發布了低溫特報當中 包含像是新竹縣苗栗縣 在清晨時間容易出現了6度以下的低溫 那至於在新北市、桃園、新竹市 台中到高雄還有金門 在今天清晨時間 還是容易出現了10度以下的低溫 不過白天太陽出來之後 天氣狀況會開始逐漸的好轉 從今天的定量將水預報圖 我們來分析一下今天的雨區 其實今天在西半部大多維持多雲時勤的好天氣 那在東半部地區來說的話 只有在花蓮、台東稍微容易會有一些零星短暫飄雨的現象 但是整體來說影響性不大 在西半部來說今天大多維持好天氣 我們來看看這一周上面的天氣最新變化 那像這樣的天氣維持到週一的早上 北台灣白天大多維持舒適為熱 那南台灣正中午時間是稍微比較偏熱一點點的天氣 清晨時間受到輻射冷卻的影響 所以溫度會比較低 那至於到了週一晚上會開始變天 週一晚上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之下 那所以北台灣東半部地區會開始降溫轉雨 但是這一波對其他地區來說影響性相較是比較少一些 東北季風要減弱的話是要等到週三了 那週三呢東北季風減弱之後 大多維持晴朗穩定的天氣形態 氣溫也會開始逐步回升 只有在東半部地區偶爾會有一些飄雨的現象而已 我們就來看看這幾天溫度上面的最新變化 再度提醒大家今天是投票日 那白天呢其實在北台灣大多都是好天氣 高溫可以上看23、24度 但清晨晚上比較冷一些 低溫只有10度、11度而已 那至於呢到了週一開始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之下 北台灣東半部地區會開始降溫轉雨 一直要等到週三天氣狀況才會好轉 那至於在中南部地區來說呢 那今天的白天一樣維持多雲時勤好天氣 高溫可以上看25度、26度 但一樣是在清晨晚上會比較冷一些 低溫只有11、15度左右 所以呢也提醒中南部朋友 在這幾天還是日夜溫差比較大的天氣形態 以上是這一節的最新氣象 我剛才剛才不是年紀盡 map, 藍色裡最新氣的齊 攢 eens點… 天吳